大家好,歡迎來到單車新幹線 這是一個用理論計算告訴你運動情況的頻道 這部影片要來討論東雙塔,輕量跟空力會差多少時間 那台灣對於單車族來說是一個大小剛好的地方 可以花一天的時間從最北端騎到最南端 那也可以花一兩週的時間來還台灣島一圈 當然雙塔系列其實也沒有很容易 約在十年前就有車友在挑戰了 那主要就會選秋冬的季節 因為東北季風很強 吹一吹,以下就到了 那相信一日雙塔的路線應該很早就有人騎過 在Mobile01上有個約期文是在2009年 只是當時能夠直接記錄軌跡的設備不多 早期如果你要環島認證的話呢 還要向一些協會借機器來記錄軌跡 而現在的手機跟碼表都會幫你記錄 還有像Strava等網站很貼心的幫你畫出軌跡 那當然雙塔跟環島在近期也有很好的商業宣傳 算是也讓台灣的自行車產業活絡不少 那來看一下東西雙塔的路線跟爬升 那西雙塔的話呢 主要可以當作是全坪路在騎 500公里的路程爬升還不到500公尺 但是東雙塔就不一樣了 因為台灣的東部是歐亞板塊 還有菲律賓板塊的交界 所以地勢的起伏就比較大 那東雙塔的總長度大概是 470到480公里左右 而爬升的話呢 大約有3400公尺 那這個主要的爬升段呢 是在蘇花 然後牛山跟壽卡這幾個部分 一般東雙塔好像都是會走海線 這就不清楚是為什麼 可能是要跟西雙塔有個對應關係吧 那麼來看一下爬升段的坡度跟長度有多少 那在蘇花公路的部分呢 大部分都是5到10公里的爬坡 然後平均坡度是5%左右 而壽卡就是比較長 大概有20公里 不過坡度也是只有4.5%左右而已 只是因為壽卡是在東雙塔的末端 所以他要再爬這個長坡 負擔其實還蠻大的 接著來算算東雙塔這種路段 裝備選擇時間會差多少 畢竟東雙塔是一個有長平路 且爬升不少的路段 那可以到2.0的網站 然後用這個自訂路段計算機做計算 依序輸入路段長度 還有爬升跟這個瓦數 還有跟車的距離跟風速風向 那其中這個風速風向呢 正的表示為逆風 負的表示為順風 那把這個填入之後 再把你的這些資訊輸入進去 就可以來做計算了 那這個路段的資訊表格 是在網頁的最下方 這邊有表格可以填入 那像這種分超級多段的 可以把資訊寫在記事本裡面 然後用逗號做分格 那這個一行就表示是一個路段的 長度爬升還有瓦數 跟車時間順風逆風 所以這邊就分成了好幾段 那上傳之後呢 就可以填入表格 填入表格之後 這邊就會幫你直接填進來 這個表格裡面 就不用一個一個去手踢了 那也可以畫圖來檢查一下 這個路段自己是否有填對 所以這邊大概就是東雙塔 它的路段的里程數跟它的爬升 那當你確認沒有錯之後呢 就可以來做計算 那我們先來看 都是用空力車的情況 所以我們這邊假設 重量是7.4公斤 那等一下換爬坡車 就選用輕一點的重量 所以這邊算出來的話呢 它的完賽時間大概是14個小時 又15分左右 那當然這個就是完全不休息的所需要花的時間 當然一般人在騎東雙塔是不可能不休息的 所以你可以根據這個完賽時間 然後去看看你要休息幾次 一次要休多久 看看怎麼去休息 然後可以在24小時之內完賽 那當然這個水量跟果膠 通常騎東雙塔都會有補給 所以你可以選兩瓶 然後不帶膠 那你也可以帶多一點在身上 就是之後你再自己來做計算就可以了 那接著我們就把這個重量換成7公斤 然後選用爬坡車來做計算 所以這個計算之後呢 大概就會多了14分鐘左右 所以這個就是爬坡車跟空力車它的差別 那畢竟東雙塔雖然爬升很多 但是平路的路段更多 所以空氣力學還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選擇比較空力的車 可以讓你在東雙塔 完賽時間更短 那當然一般空力車 對於姿勢會比較要求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維持空力姿勢很久的話呢 那選空力車當然是比較好的 不然你可以選騎乘比較舒適的車子就好了 那如果是計時車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來看看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計時車所用的裝備 全部填上 然後用計時把 那來算算看這個時間會快多少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時間幾乎可以快了一個小時以上 所以空力在東雙塔這種爬坡路段其實還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這邊的均瓦是180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換成一個比較低的瓦數來算上看 那這邊來看一下把瓦數換成120來做計算 時間會有什麼改變 這邊一樣先來算空力車 然後車子重量是7.4公斤 那這個算出來的時間就會變成大概是17個小時左右 所以大概是比剛剛慢了3個小時 那再來看換成爬坡車 然後重量換成7公斤 那這個算出來的時間也是差了十幾分鐘左右 那當你把這個時間算出來之後呢 也可以把速度畫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在每一個路段的速度的圖 那因為在下坡的時候呢 是假設不剎車可以用最高速直接衝下去 那當然每個路段跟每個人的技術都不太一定 所以這個估算的時間通常會比你實際完賽的時間還要再快點 就是有這個下坡誤差的部分 那也可以來看一下就把計時車跟最近空力的這些姿勢 還有裝備都換上去之後呢 又可以快多少 所以可以看到計時車在這個case中 大概就是比爬坡車還有空力車快了將近兩個小時左右 所以空氣力學在東雙塔還是比較重要的 那Mark Patterson今年有去中國並接受訪問 剛好就有人問類似的問題 不過長度約只有東雙塔的40% 然後爬升約是東雙塔的60% 那他的選擇也是會選最空力的裝備 畢竟他們瓦數大 平路隨便踩就有40以上的時速 爬坡也能有時速20 所以空力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那對我們來說玩賽時間可能只有差10分鐘左右 當然計時車的姿勢也對我們一般人來說太激進了 那除了時間的考量外 長時間的騎乘主要是舒適 那如果你選擇了空力裝備 但是沒有辦法維持空力的姿勢 那還不如選擇輕量的爬坡車 舒服的騎完整個路段 那如果還有其他想看的資料或是數據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或是粉絲專頁留言 有時間且做得到的話就會回覆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